所以我們這次在算是一個洩入系統一個等調電阻 就像剛剛這個病聯系統一樣 假設我不知道他已經病聯幾個電阻 然後我先猜一遍 我從他的電壓跟電流的狀況就可以知道他大概是10能電阻 那我們來想一下這個地方 想一下這個地方 假設我們現在只有一個電阻 只有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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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只有R1 R1 那R1的情況我們看一下是 在哪裡 在這裡 R是等於R是等於這個東西 對不對 我們現在如果只有一個R 我們只有R1的時候呢 那是不是就是這個R就等於R1 那如果兩邊你往來看看R1跟R2 假設R1R2是一般大的時候 是一樣大的時候 這結果變成R2 我們可以寫在R1 我們可以寫在R2 R1 分支R1比方 R1比方 這等於什麼 等於什麼 這就是什麼 啊 這是R1 2分支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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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想一下 也就是說 假設我現在這個電阻 跟這電阻一樣大的時候 我把B黏在一起 就整個等效電阻變多大 2分支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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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再說一遍 我剛剛不是講 假設R1等於R2的情況之下 我的等效電阻是2分支R1 也就是說 假設這邊放著R1 這邊放著R1 我從這邊這個電壓來看這個系統 我上面是什麼樣的電阻 2分支R1 2分支R1 這個說法是不是相關於說 假設這個水流過這個管子 我現在再給它加一個管子 我流的量是比較多還是比較少 流的量一樣 流的量一樣多對不對 那所以說 對這個電池來講的話 我放的電流 我這邊流過一部分的電流 而且這邊流了一個電流 而且這兩個流的電流是I 所以這邊是流過兩倍的電流 我流了兩倍電流 就相當說這邊的電流是原來的一半而已 是這樣子 對 整個系統的電流會比較大 但是我的電流相對來改得到變小 對 那個 他這樣子I的電流是兩倍 對 因為我們用的電流是一樣的電流 你看 對 那是要說I的無能不能變成兩倍 I不是無能不能變成兩倍 是每個地方都一倍一倍 所以他那邊總電流是兩倍 對 如果是兩倍 然後他是變成一倍一倍 分開了 分到兩個系統去 也就是說 嗯 也就是說 就這個電流來講的話 我本來就一個電流的時候 我的阻力是比較大的 可是多個電流的時候 阻力變小 我比較容易流通 隨便流通 隨便流通 是不是我不要兩個管道 我不要兩個管道可以流通 我這兩個管道可以流電流 我是不是相對來講阻力變小 好 那我們來再看一下另外一個做法 假設呢 R2 假設 R1 遠大於R2 好 這會變什麼 R1 遠大於R2 對 倒有R2 對 對 那R2就很小 R2相當很小 對 那就這樣子 蛤 我覺得公司沒有變 公司沒有變 公司沒有變 會有變 來你看一下 R1很大 R2很小 假設好了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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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是R1的0.000倍 0.000倍 0.000倍 好了 一百分之一 一千分之一 0.0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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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呢 R2每次都說 R1 乘上 0.01 乘上 R1 乘上 R1 R1 加上 0.01 R1 你知道嗎 分子 分子 會是R1 分母 分母 會是 一百分之R1 對 不對 分母也是R1 分母也是R1 加喔 分母是 一百零一 一百分之 一百零一 R1 等於是 1.01 R1 分之什麼 分之 R1 分之0.01 R1 明白 不是啊 不是 這不是0.01 就是R1 R1 R1 這只是數學喔 我只是把 R1 乘上 0.01 R1 先把R1 乘0.01 然後再乘上R1 那就沒有R1 變R1 R1 乘上0.01 然後再乘上R1 為什麼 不是等於R1 你上來說一下 我聽不懂才說哪一個 分子 分子 分子怎麼樣 R1乘上0.01 再乘R1 你等於R1 R1乘上0.01 再乘上R1 R1乘上0.01 再乘上R1 再乘上R1 會等於R1 為什麼 R1乘0.01 就是100 R1 然後再乘上R1 然後再乘上R1 你知道嗎 好像沒事 應該是 0.01 R1等於R2 對啊 0.01 R1等於R2 對啊 0.01 R1等於R2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數學 就是不相符嗎 這約掉 就等於R1 這什麼樣都不會等於R1 沒有說到等於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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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地方接下來可以怎麼量 或是R1可以量 4等於1.01分子 0.01R1 好 這個會等於什麼 等於什麼 這個分子 分子是不是很像1 1.01分子 跟1很接近 0.01R1 就是R2 就是R2 所以當我R2很小的時候 我整個病人之後的系統 會很像R2 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 假設 我的電阻很小 電阻很小 表示管線很大還是管線很小 但是 越小的水管是阻力越大還是越小 越大阻力越大 越小阻力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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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這個R2很小 表示阻力很小 對 表示阻力很大 阻力很大 很容易有動對不對 阻力越大 代表阻力越大 對啊 阻力越小 好 那就管線越大 對 所以R2是一個很大的管線 越大阻力越大 越大阻力越大 但是R1很小 R1非常非常小 R1呢 只有一點點細細的管子 R1很小 可是R2是這麼大的管子 好了 那請問一下 I1 這是I2 這是I1 是I2很大 是I2很大 I1很大的 I2很大 I2比較大 I2很大 流溫器的電流很大 因為管線很大 對不對 這個I1很小 因為它阻力很大 對 所以 這個整個總效 等效的電壓 電流版是I1加I2 但是I1是幾乎很小 是不是幾乎等於I2 但是實際上還是I1等於I1等於I2 只是I1太小 對 只是I1太小 等幾乎等於I2 可是我覺得這樣講還是很奇怪 不會奇怪 我只是趨近你 趨近你 所以 這可能 也就是說這可能 等效電壓呢 整個電子 整個等效 整個相關整個系統電阻 我們不是在V3 i1 對不對 可是V3i1 是在V3 I1加I2 對不對 是不是 但是I1 非常非常小 是在V3 V3 I2 那V3i1 是V3 是V3 是跟這邊結果是一樣的意思 比如說 當這個病年系統的時候 如果一個電阻大 一個電阻小 你這整個系統的電阻 會相當於是那個小電阻 大電阻效果就很小 所以如果假設你在系統裡面 在處理的時候 你發現我現在病年一個大大電阻 上面有I2 病年大電阻幾乎沒有病年 你懂我意思嗎 懂我意思嗎 好 這是你的設計電阻系統 都用了稍微的概念 好 那我們現在來出一個題目 那個 練習一下 練習 練習一下 當然這個練習 我們就可以有一點 好不好 我們要練習一下 練習 不是練習 練習一下 你剛才會進來 你就要領便當嗎 他們都練習了 領便當要練習 是不是板插入那麼的可憐 這間都沒擦髒 對啊 這間都沒擦髒 這樣有做到什麼可憐 就要他們再做一個月子 誒 那個板插入能泡水的話 他可以把那個粉洗掉 不會啊 我覺得會黏得更緊 走 走 啊 我知道了啦 爸 我們把板插塞到那個空氣泡裡打出去 然後呢 他應該粉絕被吹掉了 我們沒試過 我們要吃飯 搞不好我覺得 因為他現在肯定是黏在表面而已啊 因為他現在肯定是黏在表面而已啊 謝謝你 謝謝你 好 我們就把四個板插塞到滾 我們就是背後背啊 兩個斤就可以拿這個三斤 泡板裡應該會更黃色 好 謝謝你 這有點小處長齁 這是R1 R2 R3 這是V 好 來這電壓 4.5伏特 這個電阻 R1 等於100歐姆 什麼 沒有 R2 等於 R2 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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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歐姆 R3 R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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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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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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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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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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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